阿姆尔记下第二十二章 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诗 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救主啊 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 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 匪类的急流 使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临到我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因他发怒 地就摇汗战斗 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炭也着了 他又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做着基路伯飞行 在风的翅膀上显现 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 天空的厚云 为他视为的行攻 在他面前的光辉 碳都着了 耶和华从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事散 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 鼻孔的气溢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就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胜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就把我 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识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点章 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例 我也未曾离弃 我也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 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识我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 你以弯曲待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但你的眼目 查看高傲的人 使他降悲 耶和华 你是我的灯 耶和华 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 借着我的神 跳过墙原 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念禁的 凡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 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路的蹄 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 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绑壁 能开同工 你把你的救恩 给我做盾牌 你的温和 使我伟大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成滑跌 我追赶我的仇敌 灭绝了他们 未灭已先 我没有归回 我灭绝了他们 打伤了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 你曾以力量 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第一夜使那起来攻击我的 都浮在我以下 你要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 转被逃跑 叫我能以 剪除那恨我的人 他们仰望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我捣碎他们 如同地上的灰尘 践踏他们 世散在地 如同肩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 我百姓的真境 保护我 做列国的元首 我恕不认识的民 必侍奉我 外邦人 要投降我 一听见我的名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 要衰残 战战兢兢地 出他们的迎战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 被人称颂 愿神 那拯救我的磐石 被人遵从 这位神 就是那为我伸冤 使众民 服在我以下的 你就我脱离仇敌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 攻击我的 你就我脱离 强暴的人 耶和华啊 因此 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施慈爱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圣母尔记下 第23章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耶稀的儿子 大卫得居高位 是雅各神所高的 做以色列的美歌者 说 耶和华的灵 借着我说 他的话在我口中 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磐石 小玉我说 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 敬畏神 执掌权柄 他必向日出的晨光 如 无云的清晨 雨后的晴光 使地发生嫩草 我家在神面前 并非如此 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 这约 凡事兼稳 关乎我的一切旧恩 和我一切所想望的 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 人不敢用手拿他 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 终久他必被否焚烧 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 他革门人约瑟巴瑟 又称伊斯尼人雅底罗 他是军长的统领 一时 击杀了八百人 其次是 雅和人朵多的儿子 以利亚沙 从前非利式人聚集要打仗 以色列人迎着上去 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 向非利式人骂政 其中 有以利亚沙 他起来击杀非利式人 直到手臂疲乏 手连柱刀把 那日 耶和华时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众民在以利亚沙后头 专夺财物 其次是 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马 一日 非利式人聚集成群 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 众民就在非利式人面前逃跑 撒马却站在那田间 击杀非利式人救护了那田 耶和华时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收割的时候 有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 非利式的军兵在立法英古安营 那时大卫在山寨 非利式人的黄银在伯利恒 大卫可想 说 圣运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式人的银盘 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 打来奉给大卫 他却不肯喝 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 说 耶和华啊 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 我断不敢喝 如此 大卫不肯喝 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喜卢雅的儿子 鸳鸦的兄弟雅比塞 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举枪杀了三百人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 所以做他们的首领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有贾薛勇士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行过大能的事 他杀了摩亚人 雅利伊勒的两个儿子 又在下雪的时候 下坑里去杀了一头狮子 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 埃及人手里拿着枪 比拿亚只拿着棍子下去 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 用那枪将他杀死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所行的事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卫立他做护卫长 三十个勇士里有鸳鸦的兄弟 雅撒黑 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 伊勒哈南 哈利人沙玛 哈利人以利加 帕勒提人西利斯 伊哥亚人 一级的儿子以拉 亚拉图人亚比以谢 护沙人 尼本乃 亚和人沙门 尼陀法人 马哈来 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西利 遍亚敏族 基比亚人历拜的儿子以太 比达顿人比拿亚 加什西人西太 佛亚拉巴人 亚比亚本 巴鲁米人 亚师马福 他本人 以利亚哈巴 亚善儿子中的约拿丹 哈拉人沙玛 哈拉人沙拉的儿子 亚西安 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 以利法列 基罗人 亚西多福的儿子 以莲 加密人西斯莱 亚巴人帕莱 索巴人拿当的儿子 以甲 加德人巴尼 亚门人喜乐 比路人拿哈来 是给喜鲁雅的儿子 鸳鸭拿兵器的 以铁人以拉 以铁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 共有三十七人 撒姆尔记下 第二十四章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去 赎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大卫就吩咐 跟随他的元帅约压说 你去走遍以色列众之派 从但直到别是吧 赎点百姓 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约压对王说 无论百姓多少 愿耶和华你的神 在加增百倍 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 我主我王 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但王的命令 胜过约压汉众军长 约压汉众军长 就从王面前出去 属点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过了约旦河 在迦德谷中 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 与亚谢相对 又到了基列 和他平和四地 又到了旦亚安 绕到西顿 来到泰尔的宝藏 并西卫人和迦南人的各城 又到犹大南方的别是吧 他们走遍全地 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 就回到耶路撒冷 约压将百姓的总数 奏告于王 以色列拿刀的勇士 有八十万 犹大有五十万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 就心中自责 祷告耶和华说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 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 甚是愚昧 大卫早晨起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迦德 就是大卫的先见 说 你去告诉大卫 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有三样灾 随你选择一样 我好降于你 于是迦德来见大卫 对他说 你愿意国中 有七年的饥荒呢 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呢 是在你国中 有三日的瘟疫呢 现在 你要揣摩思想 我好回忽那猜我来的 大卫对加德说 我胜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将瘟疫于以色列人 至早晨到锁定的时候 从淡直到别是吧 民间死了七万人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 耶和华后悔 就不降这灾了 吩咐灭民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吧 那时 耶和华的使者在 耶布什人 亚劳拿的河场那里 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 就祷告 耶和华说 我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 和我的富家 当日 加德来见大卫 对他说 你上去 在耶布什人 亚劳拿的河场上 为耶和华逐一座坛 大卫就照着加德 奉耶和华明所说的话上去了 亚劳拿观看 建王和他臣仆前来 就迎接出去脸浮余地 向王下拜 说 我主我王 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 大卫说 我要买你这河场 为耶和华逐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疫止住 亚劳拿对大卫说 我主我王 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 看啊 这里有牛可以做繁祭 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饿 可以当柴烧 王啊 这一切 我亚劳拿 都奉给你 又对王说 愿耶和华你的神 愿那里 王对亚劳拿说 不然 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 做繁祭献给耶和华 我的神 大卫就用五十色克乐银子 买了那河场与牛 大卫在那里 为耶和华逐了一座坛 献繁祭和平安祭 如此 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 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诗篇第九篇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至高者啊 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 他们一见你的面 就跌倒灭亡 因你已经为我伸冤 为我变屈 你坐在宝座上 按公义审判 你曾施责外邦 你曾灭绝恶人 你曾涂抹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到了尽头 他们被毁坏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诚意 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 为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 坐高台 在患难的时候坐高台 耶和华啊 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 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应当歌颂居席安的耶和华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 他纪念受蛆的人 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 耶和华啊 你是从使们把我提拔起来的 求你连续我 看那恨我的人 所加给我的苦难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 我闭在西安城的门 因你的救恩欢乐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 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 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 他已施行审判 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 穷华人必不永久被忘 困苦人的指望 必不永远落空 耶和华啊 求你起来 不容人得胜 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 耶和华啊 求你使外邦人恐惧 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我会想起来